孙鹏和狄英的独子孙安佐,去年从美国返台以后,动向一直备受关注,原本传出今年2月寒假开学后会到基隆的重幼科大随班复读,但现在变成了到新店的能人家商就读,从二年级开始念起 在美国被监禁了8个月,返台后的孙安佐高调当起网红,累积不少人气,每星期上传影片还接到不少业配,但是才18岁的他,就学动态却有了转变 重幼科大表演艺术学院院长舒宗浩,能人商职的表艺科就读,据了解应该是从高二开始念起,然后等他完全适应,台湾高中职的学习状态了之后,等他的学分数够的时候,再继续的去攻读大学 重幼科大的艺术学院院长舒宗浩,证实孙安佐并非如之前规划,到重幼念书,而是来到未在新店的能人家商就读表演艺术科二年级,2月11日他办理入学报道 能人家商警卫,室友朋友来,室友安排在走只是隔天消息一曝光,孙安佐就被朋友接走提早放学,然而同班同学们对他印象普遍很不错 能人家商同学,为人吗?为人还不错,很大方,会主动跟我们分享,分享他自己的事情,在美国的事情,不然就是他自己的日常吧,拍什么照吗? 集权 同学们秀出手机影片,孙安佐穿着招牌条纹外套,和同学们打成一片,看得出人缘很不错 而先少在脸书发文的孙鹏,11日晚间也写下,新的一年,新的开始,新的思维,新的方向,加油,对比同一天儿子的开学日,想必是希望不只是为孙安佐加油打气,也准备叙事待发复出演艺圈,他的老节目国光芳帮忙,制作人也表达随时等着他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